在这个地球上每天都有数十万人死亡 在对待逝去人类肉体的这个问题上 人们在千百年来积累了颇为丰富的经验 火焰将尸体化作灰烬 而土壤中的分解者则永无休止 拼尽全力地处理掉人类遗留下的躯壳 但假使灵魂存在的话 那么人世间曾逝去的数以亿计的生灵 在辞别后是否都会变为灵魂继续游荡在地球上呢 若果真如此的话 那么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是否将会被攘来希望 摩肩接踵的灵魂占据 因而变得拥挤不堪呢 这也许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但市面上却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值得玩味的看法 世界上是存在鬼魂的 但并非每个人在词别后都会变为鬼魂 鬼魂的形成必须要基于两个必要条件 一是人生前的精神力 精神力强的人在去世后 其脑电波仍会继续存在 进而形成灵魂 二是外部环境有利于该脑电波的存留 但大部分人在死后 其灵魂将会随之消失 因此人世间留存的灵魂仍旧十分有限 并不足以堆积成山 对此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因为我是非常人类 今天我们要来看看三个 让你的身体抖到需要安装防抖稳定器的恐怖灵异影片 现在请屏住你的呼吸 我们开始了 第三个 大约一周前 韩国联谊探险频道 Doch One My Call的频道主 与某个月明星期夜深人静的一晚 重新踏上了探险的征程 此次探险的目的地 是一座屋于韩国某个乡下地区的飞机汽车旅馆 在经过简要的第一人称视角概述后 频道主很快来到了汽车旅馆的大门口 但还没等他进入到旅馆内 这个画面便使得他停下了前进中的脚步 一张惨白色的人脸猝不及防地浮现在了 前方木门的后面 这个恐怖的画面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频道主在做足了充分的心理建设之后 终于打开了这座旅馆的大门 这时他的周围开始传来了这样的一个声音 背景处隐约传来了一个七七掩掩般的声音 这个声音很像是女人的呼吸或者哭泣声 频道主扫视了一下室内的环境 地面上散乱地堆积着各种垃圾和废弃剑材 他战战兢兢地将镜头移下了右侧走廊内 这个画面呈现在了他的眼前 左侧后颈出房间的门悄悄地被关上了 紧接着是一个敲击物体的声音 难道有租客仍旧居住在这里吗 几秒钟后 频道主带着如同奔赴刑场般的心情 来到了那扇异动的房门前 他进入到了这间房间内 摘角阴暗的房间内空无一人 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的 但在他巡视眼前的情况时 事情却好似发生了变化 什么呀? 什么呀? 你住在这里吗? 谁是谁? 谁是谁? 你… 我現在… 等一下… 我現在不斷了… 真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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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暴力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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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贵人少爹… 頻道主前方的櫃子突然不知怎的左右搖晃了起來 緊接著櫃底,猶如正在經歷一場地震一般 搖晃的幅度越發猛烈了 不僅如此,他竟然還主動做出了攻擊頻道主的動作 这使得频道主的心中只有一个念想 逃走 但此刻的他却在顷刻间 被一股神秘力量拽倒了 正当这股星烈如火的力量 将他拖到了别处 并准备好好地将其教训一番的时候 频道主终于在拼命挣扎中 挣脱掉了恶魔的魔草 并逃离到了室外 在短暂的停留过后 他重新回到了这栋旅馆内 这次潜伏在周围的异世界力量 针对频道主的再次拜访 会做出怎样的表态呢 什么声音呢 天花板上传来了阵阵亲属移动的声音 紧随其后的是一个类似男性呼吸的声音 这个声音和节目开始时的那个呼吸声 是否来自同一个人呢 几分钟后 频道主缓步进入到了一个堆满灰尘的房间内 一团绳索被安静地放置在了地面上 但废弃的汽车旅馆内放置有这样的一团绳索 会不会显得些许突兀呢 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文字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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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啊 啊 啊 我來 啊 刚刚的那根绳子 像是被赋予了生命一般 恶狠狠地将频道主套住 并将其拉拽到了空中 频道主会就此离开这座旅馆吗 显然不会 但继续留在这里 真的可行吗 阿姨是什么 阿姨是什么呀? 阿姨是什么呀? 等一下 阿姨是什么呀? 什么呀? 就在频道主喘息未定的扫尸周围的情况时 他的身后传来了这样的一个声音 在收到这则警示的同时 频道主如同被勒住脖子一般动弹不得 终于在振振哀嚎声中 他成功地逃离了这座猛鬼汽车旅馆 那么 你觉得这座旅馆内是否真的有亡灵存在呢? 频道主果真触犯到了他们的领地吗? 交给你来判断 如果你曾经历过超自然事件 或者你觉得有哪些内容可以出现在我的节目中 欢迎将你的视频或链接附上描述 发送至以下邮箱 我们 继续吧 第二个 几天前 俄罗斯林探险频道Tim Morozov的频道主Morozov 收到了一份陌生女人的来信 在这封信中 这位女士说道 不久前 她的住所被邻里通知有一丝被闯入的情况 在收到通知后 她立刻返回到了家中 此刻 她的住所已经被破坏得不成样子 各种物品被胡乱地扔在了地面上 看上去 她的家中被盗贼闯入这件事 似乎已经坐实 但在往后的日子里 这位女士却渐渐发现 情况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这天 正在擦洗窗户的她 突然听到阁楼上 传来了阵阵诡异的声响 处在恐惧中的她 立即将情况告知了丈夫 但当丈夫来到发出异想的阁楼时 她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与此同时 仍旧处在楼下的妻子 却发出了生死历劫的尖叫 当她回到楼下的房间内 一个让人目瞪口呆的景象 呈现在了她的眼前 室内的椅子正在全力地击打近旁的木桌 在看到这个画面后 她立刻抓住自己的妻子 二人在惊慌中逃离了自己的房子 而这位女士之所以向Morozov发出了求救信 是因为她希望知道 这座房子是否真的被某种超自然力量控制 以及他们还有继续居住在这里的可能吗 在解释完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Morozov将摄影机安置在了各个曾发生过异动的房间内 并很快开始了灵异活动调查 在她向潜在的灵体发出第一个提问后 这个景象出现在了画面中 Morozov幻音刚落 处在她身后的门帘便猛烈地晃动了一下 如果这个动作却是灵体所为 那么她是否正在用这种方式 向Morozov表明自己的存在呢 几分钟后 Morozov举起摄影机 并开始借着昏暗的灯光 巡视每个房间内的情况 与此同时 这座住所内的异动 越来越多地被捕捉了下来 这里有个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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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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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Мне кажется, я так всю ночь проведу. Здесь вообще ничего нет. 片刻后, Морзов来到了一面镜子前, 他将摄影机转向了这面镜子, 同时开始了新一轮的提问。 在这个过程中,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Я хочу тебя увидеть. Ты мне можешь показаться в этом зеркале своем обличе? Надо попробовать, просто еще раз туда положить. Может, это да, какой-нибудь результат. 当 Морзов准备用白布盖住后颈处的电视机时, 一个身形硕大的人影迅速地从他的身旁飘过。 但, 如同之前的几个画面一样, 这个巨型黑影同样未能得到 Морзов的注意。 探险即将接近尾声。 在继续巡视室内情况的过程中, 阁楼上突然传来了一声异响。 循着这个声音, Морзов小心翼翼地爬上了阁楼。 这里, 会有人吗? 这里, 会有人吗? 这里, 一个清晰的回应被收音设备记录了下来。 Done。 那么, 你觉得曾经居住在这里的那对夫妇是否应当考虑永远地离开这里呢? 如果你的家中出现类似的情况, 你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呢? 第一个。 LGNDFRVR是一个美国知名生活娱乐类频道。 在过去的三年中, 频道主曾分享过大量有关他和他的家庭的趣闻影片。 但去年12月, 这个充满欢乐祥和气氛的频道内却出现了两只不那么有趣的视频。 自打去年开始, 频道主渐渐发现, 他的女儿Aria时常会在房间内自言自语。 这种情况本不应该引起频道主的注意。 但问题是, 自己的女儿Aria之前并没有类似的习惯。 这天, 针对父亲的疑问, Aria突露了事情的真相。 有一位名为Michael的另一个世界的男孩时常会在房间内陪他玩耍。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为了查明视群的真相, 频道主在室内安装了监视设备。 他拍下了以下这些画面。 是一个小专门。 是一个小专门。 你的朋友 我可以去 你不敢停 我可以再去 我可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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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到你 我可以去 你的朋友 在最后的一个视频画面中 女儿Aria向她的父亲指明了画面右侧Michael的位置 但与此同时 Michael却好像已经迫不及待地准备同Aria玩耍 他努力地使得前景右侧的吊灯反复闪烁了起来 在看到这个画面后 频道主立即将可能暴露在危险中的女儿代理了这里 那么你觉得Michael是否真的是 寄居在频道主家中的小男孩的灵魂呢 答案就在你的手中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的恐怖灵异超自然以及神秘视频 欢迎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视频 因为我是非常人类 我们下次再见 ию织 Sister的情節 I confirm 织者织者